第二个他们的区别就在于 should表示一种应该 只是一种我认为应该 而all to是一种义务上的应该 你有这个义务要去做模式 and for example 比方说进门应该先敲门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我是轻描淡写的 我不想责备你 我就会说you should knock at the door 但是如果我想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 进门怎么不敲门呢 我就会说you ought to knock at the door 为什么我可以用you ought to 原因是因为进门敲门 这可能就是我们礼节上 必须要做到的一条 对不对 不管你承不承认 他就是必须要做到的 所以我可以把话讲重一些 就是you ought to do something 但是如果我要说 你应该来看看我的家 你应该到我们家去看看 这个时候是说you should 还是you ought to you should 但是如果我就是你的外祖母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 你应该来看看我的家 你会怎么说 我可能就会说you ought to 你这个小孩这么不懂事 对不对 50年不见 你都不到我家来看一看 you ought to do something 一种义务 你应该来看我的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所说的这个 ought and should and we can come to weigh weigh means重 这个重怎么说呢 我们今天要学会 抹人重多重 体重是多少 我们就会说somebody 加weight 再加体重 就可以了 所以weight这个词 比较是什么什么什么重量有多少 就是something 或者是somebody weight 叫这个动词 再加上它的体重 或者是重量 that's all 就够了 and weight is not 然后我们还记好了 weight这个词 加体 就变成的名词 还记得吗 weight 所以我们曾经有个减肥 叫loose weight 加体就可以 and then the last one fortunate 然后最后一个词 fortunate means lucky fortunate means lucky 有运气的 幸运的 okay so and perhaps and last time we said lesson 65 上次个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 第六十五课当中 我们主要还是来看看 我们的这个非微动词形式的 诸多表达方式 对不对 我们今天就 就一起来看看 他应该怎么来看 今天这篇文章 我不想把它拆开来 一句一句的 请你来告诉我 他怎么说 我们今天就把它做阅读理解来看 就是当你的阅读理解当中 看到那么长的一个句子 你应该怎么来对待 就是像我们现在 有很多同学会说 好多个句子 我都找出来 他是从句还是什么 然后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把它翻过去 我们大家要 要要学会一个 我觉得在这个 呃 阅读理解当中 要学会一个 化整为零 然后在写作当中 你要学会一个 化零为整 就是你要在阅读当中 他不是有好多个小句子吗 你把它破了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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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像那个甘酌一样的 一块一节一节一节的 然后你看 看懂什么意思之后 再根据这件什么 before啊 and啊 这样的东西 你再给它穿起来 然后我们在写作当中呢 你先要把一节一节一节的东西写出来 然后再给他一些连词跟逻辑关系 再把它连成整的 这就是我们的阅读理解 跟写作 他们两个居然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不准备带大家看写怎么写 我现在就让你看 这句话你怎么能看得懂 children's hospital 儿童医院 好 那下面一句话 现在我们就请大家自己来看懂是什么意思 叫 dressed up as father christmas and accompanied by a god of owner of six pretty girls he sat off down the main street of the city riding a baby elephant called jumbo 这句话相当长 而且也相当复杂 你能告诉我这句话你怎么看吗 首先我们来叫你 你看到一个and 你就先把它 哦 一拎起来 你会发现 and前后左右肯定各是两个概念 对不对 所以是个并列概念 什么叫dressed up as 这个词即使我不知道 我都会知道 dressed是表示穿吧 那你说as表示作为吧 那所以我都会知道 dressed as肯定就是 穿的作为一个什么人呢 for the christmas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 那今天是学习 所以我们就这么来记 dressed up是一个短语 dressed up叫打扮 而dressed up as 叫做什么 打扮成为 实际上是作为什么什么来打扮 那不就是打扮成为吗 dressed up as 什么叫dressed up 哎呀我马上的概念就是 这个just 那肯定是跟我们什么有关系 被打扮 那被谁打扮 被别人打扮 还被自己打扮 被自己打扮 那个时候都被自己打扮 为什么不用ing 为什么不用ing 我们曾经跟jess这个词 他的本身决定的 还记得吗 jess这个词的本身 他就习惯然后说 be dressed 所以我们曾经说 他穿着一件球皮大衣 就当时就说的是 dressed in a fur coat 所以我们说dressed 这个词之所以用一地 原因是因为 他词的本身就决定了 如果是人作主语 往往就是 是dressing 还是dressed dressed 他本身就是被动 是个be dressed的概念 dressed up as father christmas end 好 那我前面我知道 这个just的叫什么 过去分词 对不对 那后面又看到一个 and accompanied 他也是一地 那我又会想到 and往往连接 并列的成分吧 那所以这个acomunit 可能也是什么成分 并列的 什么词 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 是什么概念呢 被陪伴 我不立刻理解 为陪伴还是被陪伴 被陪伴 被谁陪伴 a god of honor god of honor means 荣誉的卫士 事实上也就是 一张队的意思 a god of honor 把它画下来 就一张队 被一个一张队 一个什么一张队 of six pretty girls 由六个女孩子 组成的一张队 被陪着 被六个女孩子陪着 就是这个意思 被打扮成为 这个father christmas 被自己打扮成为 而且被陪着 然后怎么样的呢 好 再来看下面一个就 he settles down the main street 我们一看到这个句子 我以为知道 he跟set up 就是这句话的什么 主欲和动词 he settle set up means set up means 出发 好 那么他出发 他怎么样出发 down the main street 顺着这个主要的道路 然后又看到一个 riding a baby elephant cord jungle 我们一看到riding 马上我就会理解 为是动词的rng做什么 动词的rng 然后在这里面做什么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riding在这里面 我们说有两种可能性 有可能他跟这句话的主语有关系 有可能他跟前面的名词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我不管是跟哪个有关系 不管你做定语还是做状语 我就看我怎么理解 现在我们来看 riding前面有个名词 叫city 城市可不可以驾驶 不可以 那看来只能是人才能驾驶和吸着 对不对 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简单 这个riding跟谁有关系 跟he 那么所以他做什么语 他跟这句话的主语有关系 那么他必然是状语 是不是 一个动词 跟这句话的主语有关系 肯定是状语 所以呢 好 他也是做状语 我会知道 哦 这个he出发了 而且是谁骑着一个baby elephant he骑着一个baby elephant 什么样的一个baby elephant呢 cord jungle 这个结构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对不对 cord加在名词后面称之为 被称之为 所以那么现在我们再把整个一句话 粘在一块我们就来看看顺利称章 他的意思就是被打扮成为 这个father christmas 并且被六个漂亮的女孩子陪着 他出发了 怎么出发了 骑着一个像出发了 骑着一头什么像出发了 被称之为jumbo的像出发了 这就是我们这么长的一句话 他的由来 说来说去是什么句啊 简单句 说来说去还是简单句呢 这句话要说说说 被你说说说到最后就生了三个词 叫he set out he set off 就这三个词了 所以剩下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是跟他派生出来的 他怎么出去的 他什么怎么样 好 我们有两个ed做状语 一个ing做状语 还有一个cord做的是什么语 定语 所以我们的这个动词 全部都被这些词替代掉了 dressed up accombinated by riding a baby elephant called jumble OK that's the one 好 那么我们再接着来看 he should have known the police would have never allowed this sort of thing here he should have known should have done should have done means should的叫该吧 那have done了 形态动词叫have done 刚才我们还说了 亲爱动词只要跟have done相连 一定会跟 是现在有关 还是跟过去有关 跟过去有关 所以那么我们说 should表现应该 那have done表示过去 那现在我就把它放为 过去应该 那因此我们这个should have done 放为原本应该 也就是过去应该 但是事实上呢 没做 原本该做 而没做的 照原本该做 而没做的 叫should have done OK By the way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还学过一个结构 叫原本不必做 但是你做了 还记得吗 当时在他夫妻两个吵架 在买帽子不买帽子 那一刻当中说了 你原本不必这么做的 结果你非要说 叫needent have done 是指什么时候不必做 过去不必做 但是做了没有 做了 今天说的是 should have done 是过去应该做 但是做了没有 没做 所以翻为本应该 但是没有 OK 行 好 那我又得出这个结论 should表示应该吗 我刚才还说了一个次数 表示应该 or to or to表示应该 所以那我刚才 既可以说成 should have done 我又可以说成 or to have done 我有可能会说成 or to have done 到这为止 你是不是可以 在我们六十五课上面 再加一个 所有的情态动词 加have done 都跟过去有关 所有的情态动词 加have done 都跟过去有关 而正因为这一条 所以我们大家 被考中的几率就高 像这种情态动词 加have done结构 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常考的一条语法概念 什么意思概念呢 我们把它分成了几条 第一条 我们跟虚拟语气有关的 就would have done 对不对 我们刚才在虚拟语气 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吗 主就用would have done 我们表示的是 推测剧情当中的 有三个词 may have done must have done can't have done 对不对 那三个是跟推测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剩下的 还有nidnt have done 放过原本不必做 而做了 然后今天又学了一个 should have done 和all to have done 范围一 原本该做 但是怎么样 没做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哎呀 你原本应该早一点来 结果你看你迟到了 你会怎么说 你刚才应该早一点来了 但是你看你现在迟到了 我就会说 you should have come earlier you should have come earlier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我们所说的这个概念 接着往下看 he should have known the place would never love this sort of thing 他应该早就知道 这个place是不会允许 这一类事发生的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人知不知道 原本应该知道 知不知道 should have done 出来的时候 就表示的是 原本该做 而 没做 他原本该知道 而 不知道 你原本该知道 他没不知道 好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人本身 他是不知道的 他不是明知故犯的 他所谓那种 无意当中 做错了事 and a policeman approached Jimmy and told him he is more long 看一下这个词 叫 out you have gone along a side street 然后一个 一个这个警察 走过来 告诉他 告诉他什么呢 he ought to have gone along 他原本应该 顺着 side street走的 但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人是不是顺着side street 不是 他是 down the main street 那你范围 原本该做 原本该顺着这个路 结果没走 好 as as means because 因为 因为这个jumbo was holding up the traffic here we have the phrase is hold up the traffic 这里面有个固定短语 叫阻碍交通 hold up the traffic 原因是因为这个jumbo 阻碍了交通 here and we say though though Jimmy agreed to go at once though though means what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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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my同意走 agree to do agree to do 方为同意做模式 我们说agree 这个时候 我们一共有三种用法 第一个叫做agree with somebody agree with somebody agree to something or agree to do something 家人用with 加名词 除人之外的名词 或者我们认为是是的时候 他用to 但是要加动词一定要用to 所以也就意味着agree to something to是借词 下面一个agree to do something to是不定时概念 它两个to都体现在一个里面了 好 那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什么呢 我同意你的意见 I agree with you 我同意你这个人 对不对 因为是you 但是如果说your advice 我就会说 I agree to your advice 或者是我同意跟你一起走 I agree to go with you 跟动词的时候就用to understand I agree to go with you and I agree to your advice and I agree with you 三种表达方式 都是agree 但是今天在这里面 我们只用了最后一种 叫agree to do and though Jimmy agreed to go at once Jumbo refused to move 他说尽管这个Jimmy都是同意走了 但是Jumbo怎么样 他不愿意 and a 15th place man had to push very hard 所以有15个警察 不得不怎么样 用力推 目的是什么 to 目的是什么呢 to get him off the man's street 还记得什么叫off吗 otti 在 就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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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